假设我想要在这个地方插入个数学公式 那我们接下来麻烦请点插入 插入右边是不是有一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 方程式 方程式有看到吗 当你点选往下的这个三角形 它有好多种选项 这些都是以前早就有的 这些真的都是以前早就有的 可是我现在要教你的是笔基方程式 笔基方程式 所以当你点选笔基方程式的时候 是不是会打开打开这个小小的视窗 这个小视窗您可以透过写入 直接在上面用滑鼠拖曳写出 一个数学符号 它就会帮助我们可以怎么样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去撰写数学公式 例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写入的状态 写入的状态 来麻烦请点插入数学公式方程式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练习写C个码 各位知道方程式 数学方程式蛮频繁使用C个码 好 例如说我们来写一个标准的C个码的公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现在各位知道C个码符号 它是一个加轴 你有没有发现它自动现在就辨识出来C个码 在左上角了 然后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变数I 所以所以这边写I等于我从E开始到N 然后接下来这边写一个ABC的AX 好你有没有发现我是不是就写好了一个很基本很基本的一个数学公式 可以了解吗 它会自动自动的帮你找出来最合适的 以前我们要选也许你会觉得选也蛮简单的 可是假设当你今天你要去依照老板打出来的这个数学公式 然后制作好这样子一个内容 你可能因为看不太懂 他写的那个FI符号是什么而找不到 这个时候你就自己用手写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然后我们就点选插入 你看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数学公式 可以吗 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你要知道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因为他要结合猜你喜欢猜你想做 这意味着就是说未来有很多的功能到以色谣里面 他就要猜你现在要做什么分析 可以了解 好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好了 例如说以色谣里面也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突破 突破改变 好 那这个办例呢 我们就先储存 然后关掉 你知道吗 好